中国堕洛杉矶总领事馆发生了枪击案 枪手发射了18枚子弹之后自尽 没有其他人在这起事件中上亡 枪击案发生在美国当地时间 星期二早上 一名男子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外 朝建筑和门牌开枪 领事馆的玻璃窗和墙上都留下了子弹痕迹 洛杉矶警察局发言人表示 枪手是一名中国公民 目前仍不亲手枪手的动机 当局还在调查这起事件 中国领事馆发表文告表示 非常关注这起事件 希望美国当局能够确保领事馆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并尽快查明真相